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UP主的频道 那么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是GTA线上最新的发家致富的方法 教大家如何直接跳过所有的前置任务直达末日抢劫的最终阶段 这个方法呢可以给你省下大把的时间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断的开最终阶段来抢劫了 其实很简单呢你可以看到每一行呢都有两个选项 一个前置一个准备 其中呢前置呢是可以付费跳过的 那么呢我们要怎么做呢 首先呢你要把光标放在第一个选项 也就是前置的上面 接下来按X不放不要松开 接下来按时接近右键的瞬间呢松开X它就跳出一个提示 同时呢你还可以听到经典的音效 如果是经典音效的话你就暗示啊确认就好了 如果不是的话返回重新再操作一次 同时呢你还可以注意到我暗示确定的瞬间呢 它就返回主菜单 而这个时候呢光标是停留在第二个选项 也就是准备上面 而且你还可以注意到我们两个选项呢都显示未解锁啊 无论是前置还是准备都是显示未解锁的 这个不要紧 好的我们就可以重复上述的操作啊 把剩下的前置呢都跳过了 这个方法的原理呢就是你付费跳过第一个选项的瞬间呢 切到第二个选项去了 好我们现在打开玩家互动选担 在设置管理这里呢把抢劫任务计划画面呢 逛了再开一次也就是重启画面一次 这个时候你会接到莱斯特的电话 而且呢你还会进入到抢劫任务的最终阶段啊 这个无论什么样的抢劫你都可以这么做啊 都可以直接进入到最终阶段 那么呢接下来给大家放实况啊 大家注意听音效 刚刚呢也有朋友注意到我右上角能显示15亿金钱 那么呢这15亿是怎么来的呢 这15亿金钱呢是之前商店巨崖三现金卡免费的时候买了 买了15亿 不想错过这些好福利的话 大家就可以关注我 订阅我的频道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GTA线上最新的攻略了 我们现在处理 好的那么呢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放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那么呢咱们下期再见拜拜